对于富满洲这个角色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 包括在西方国家 他是1875年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笔下的反派人物 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虚构人物 第一次出现在福尔摩斯遭遇富满洲遗书中 随着该书风靡西方被翻译成了十多种文字 富满洲也就被世人所熟知 小说大火之后 罗默接着在1913年继续推出了第二本续集 富满洲之谜 富满洲在书中是一个清代官员的形象 被描写成了一个充满狡诈 阴险和暴力倾向的人 他的形象一直被西方世界所宣传 而且其样貌也被描述的奇丑无比 还喜欢对西方人下手 是一个智商高 手段毒辣之人 后来罗默死后 富满洲继续被有幸的西方媒体 炮制出各种主题小说 数量多达几十部 还有不少被拍成了影视剧 虽然这个虚构的人物 存在于文学影视作品中 但他对于西方世界认知中国 和对中国人的印象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至今一百多年已经过去 仍然有很多西方人认为 此人真实存在 让其恐惧不已 不得不说 西方的阴险用心 早在百年前就开始了 富满洲被刻画成了暴君 野蛮人 残忍的恶魔 等种族主义和负面的形象 这些形象根本不符合 我们国人的真实形象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 西方世界不断地 宣扬这种形象 富满洲也成为了 西方视角中 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 为什么西方故意 创造了这种形象呢 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 西方国家 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期 中国被列强瓜分和掠夺 这是西方世界的一段掠夺历史 当时的西方国家 如英国、法国、德国等 都在中国开设了租界 强迫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剥夺了我们的主权和宗严 这一个时期 我们被刻画为了一个野蛮和落后的国家 富满洲的形象符合这种西方视角中 对中国的认知 帮助西方国家将自己的侵略和剥削行为 掩盖和合理化 西方国家通过这样的手段 将中国推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普世价值和宗严的地位 使得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和中国的老百姓认知 变得极其偏执 这种认知也成为了当时 西方国家清华战争的一个借口 然而随着时间的退役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真实情况 这种西方认知也逐渐被否定 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了东方强国 在全球经济、文明和科技发展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人的形象 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创造力 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了一个联系世界的现代化大国 中国人的形象也展现出自信、文明和优雅的一面 然而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认识和印象也并完全改变 有一些人仍然持着过去的偏见和误解 不得不说西方的这种操作可谓毒辣 影响百年之久 到了今天 不少美西方国家为了利益依旧不择手段 不惜余力的进行各种造谣和抹黑行为 原来一切都没有改变 但一切都变了 没变的是西方国家的恶劣行径 改变的是中国已经强大了 不再任人欺凌 嗯 嗯